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模块升级MCU文件了 正常商店的话它是慢闪的 这是正常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模块断定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U盘 这个U盘呢 比较讲究一点 要熟目指这么大的 有品牌 这个是东芝的 有品牌那种的 这个转接头是我们配的 如果不行的话 换一下这个转接头也有可能的 好 我们插到这个USB口这里 插到这个 太凶了 没插到位 我们先上电 又一次插到底 插到底一下子 好 观察这个灯 它在快闪 好 一直快闪 这个快闪 好 它快闪完了 你看 现在常亮了 常亮就证明升级成功了 你看 这里还要轻一点 它这里有点松 所以说你要这个手不要碰它 要让它插好一点 插好插正一点的时候再上电 它就一次性成功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模块 先拔掉U盘 它就慢闪了 我们再拔一下电 好 等一会 再上电 这个模块再慢闪 好 证明它就升级成功了 就可以测试了